这个花盆怎么卖啊 出门吃饭看到这个花盆 16块买下 底下居然还有一个紫砂盆 老板开价15块 不要土 扛到10块拿下 还送两个接水来 放钱买了花盆 吃碗面吧 花盆挺重 不吃饱真帮不动 占了便宜 胃口也好 力气也大了 回到家赶紧起床 书上是二手货 洗洗还是挺新的 这个大盆打算种一颗 好品种的老鸭舌木本 今天的土不够了 明天再种吧 既然有花盆 必须种棵树 把这棵一千多的群子换过去 原来的土太少 经常脱水 几次差点归西 用的赤玉土 干的是真快 不过根系确实长得好 赤玉土很好换盆 除了贵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缺点 当然我觉得贵 有可能是我的缺点 不能怪土 随便抓一抓 就是八方根 根好 树才能长好 条件有限的朋友 可以选择风化土 即使盆大一点 也不太伤钱包 略微提高了根 两三年后 根爪就会变得很哇塞 给我点了关注 而且看了很多视频 都点赞的朋友 造型都已经学会了 所以这里可以快进 造型完毕继续放牙 北方的朋友 这个季节不要换盆造型 如果造型动作大 浇水尽量避开支条 26块钱买了两个花盆 重数花了一千多 这算不算是占小便宜 吃大亏呢 点个赞 我是李向路 我们明天再见